Hello, 各位朋友、网友, 大家好, 欢迎回来这个频道, 欣赏今天这条影片 继续是唱衰英国的系列, 大家千万不要认识, 说笑而已 我不是有心唱衰英国, 不过因为在英国生活, 面对很多大家都无从适应 或者感受不了为什么要这样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都尽量希望融入, 但融入还融入不简单 今天就想讲一下在英国, 即是伦敦区生活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都已经在港人生活着, 而又是住在城市区域, 尤其是伦敦一带 我想你都可能会心同感受, 大家欢迎看这条影片 大家互相在这个平台交流分享意见, 好吗? 喜欢的朋友, 希望你会听下去, 给个like支持 也都欢迎你share, 给你认识的朋友一起欣赏 在英国, 伦敦生活, 大家觉得我在城市应该很方便 和之前我曾经住过Kent, 香碑, 扶仔来说 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来的 我也说过, 在伦敦, 你没有车都可以生活得了吧 也都近一些shop, 买东西, 但小朋友上学了, 什么都行了吧 的确实是, 这是卖点来的, 绝对没有唱衰 大唱衰些什么呢? 就是在伦敦的交通 这里大家会觉得, 是否很矛盾呢? 你说这里方便, 交通有什么不好? 这里出名的underground, 或者overground 其实非常之好, 很完善, 很发达 四通八达, 的确实是四通八达 但问题就是, 它的service有问题 很多时候你要留意回乘搭这些underground 的时候, 你的service 是不是good good service, 即是normal, 没有东西 但有时候不是的, 有时候会有很多阻滞 比Kaloo Line 最多阻滞, 人们说是最差的 但district line 都不能去哪里 我有时候, 上班要搭这个district line 除了多人搭这条线 曾经试过一两次, 你的时间 你以为列得很准确, 已经大概了 但其实不是的, 去到那个站里面突然间 你见到什么事? 人头涌涌, 迫在入闸位 但不能进去的, 为什么呢? 我不知为什么, 真是不知为什么 我怀疑就是, 因为范旺时间, 下面可能人潮擠失 可能迫爆也未定, 我猜 又或者是列车有些阻滞 然后变了, 它是不放人, 进去住都敢死 大家是迫在这里, 排了队, 等入闸 等到可以成功, 便开始放你进去 逐个放闸, 开闸 大家知道, 系统不是智能度 你一叮就立即开闸 你叮, 开闸, 进去之后 另一个人要等一等它关闸 再放一张卡进去叮, 它才再开闸 其实每个人进去都需要时间 我遇到这些情况, 就大件事了 你想急, 都急不来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 最麻烦的就是近期 刚刚这个星期间, 大家感受过就知道 又来一个世纪大罢工 火车、underground 都被受影响 很多人都担心 但大家放心, 电台很早就会通报 所有的资讯给你听清清楚楚 例如未来这个星期间, 哇, 厉害了 一个又是隔了很久之后的 一个比较长的 一个长期的 industrial action 可能五、六有影响 星期日就没什么影响 然后星期日就厉害了 真是世纪大罢工 还要是上班, 大家很担心 那时候 当然, 有些公司会欢迎你 work from home 都可能避得过 但要否则的话, 你就要想方法 例如开车 你开车, 当然会影响道路 交通的测失 每一次的罢工 当然理由也是一个 就是说, 不是很满意的pay rise 人工不是那么满意 都明白的 我都明白 人工的薪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都说过了 cost of living 的crisis 人工追不到 很多崗位 都得不到自己应有的薪酬 我相信 说起这个巴士 最近有一次经验都分享 就是我搭这个巴士 又是一些时间你捉不到的 虽然是有巴士给你搭 但你知道了 其实一个小时不是很多班次 好, 你上了巴士 你为了很安乐 谁知道那次有个人 去到中途 突然间就给你一个 访问 大家等一等 稍安无措 因为这里就要转巴士司机 转驾驶 挺过瘾的 想不到可以踏踏在中间某个站 要转驶驶 这个我真的没有见识过 老实说 不要紧了, 在这里等 哇, 等了很久 等了整20分钟都有 不知道 verrasonic 是什么回事 然后听到有人说 说找不到驾驶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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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到不足够10分钟 另一班巴士便到 大家就麻烦到这所巴士吧 因为这一届不是吹我们的 因为巴士司机不知道他到哪里 失蹤了 这样也可以 真是有趣 在中间换巴士司机还要到哪里 那没办法了 前后浪费了半个多小时 结果 另一班巴士果然到了 就上了 一上的时候 那个巴士司机又换人 这么有趣 原来他换了 就换回刚才失蹤的那位 终于出现了 这样 就个人了 他出现了之后 竟然上了这巴士 做这巴士的驾驶 但是这一点也不够个人 最个人的一点就是 这个巴士司机看上去 就像是香港人 即是亚洲人 我猜是香港人 我看他都很贫能 很彷徨 看望共 我猜他可能 他都没试过 竟然要在中途找个位 来转耕 我想可能对他来说 都很新鲜的一个经验 但是无论如何 我都很佩服 我每次见到 大家自己有 可以说是香港人在这里 有不同的公众的发展 都是一件好事 唯有跟他说一声加油 虽然他迟到 我都有一点猛疹 整个半个多小时 但可能真的经验不足 这个就是小插曲 主要今天这条片我想说 就是你到路开车了 既然这些公共交通工具 那么多阻势 那么多strike 那么多industrial action 影响你 虽然近期这个 都隔了很久才一次 已经没有去年那么频密 但是未来有几次好像说都cancel 但是都是那句 就算你没有这个industrial action 都好 很多时候的班次 都是有些问题 很多人去答的时候 都是很阻滞 时间都是很不准确的 变成了开车 可能时间上是最好的控制得 但是 现在都不是这么说法了 大家都知道 在伦敦区开车 先后已经说了 加了一些叫Uless 即是Ultra Low Emission Zone 就越旷越阔的 就是令到你就是说 如果你的车不合规格的话 已经不可以近乎在伦敦区游走 已经要换车 要花点钱了 因为就关注到这个环保的意识 在这里 那变成了Ultra Low Emission 就是说你特别是低排放的车 才可以在这里游走 即是说车要比较新一些 否则的话 它有相机会拍下你的车牌 又可以赚到你的钱 又可以赚到你的钱 这已经是大考验了 都不紧要了 早前大家都已经很抗拒了 甚至是破坏了相机 又有 或者喷你的牌 即是叫做发泄这个不分 即是要扩复这个Uless 其实很多很多的本地居民 都被受影响 甚至有些 其实不是住伦敦区 但是他平时上班 或者工作的时候 其实真的要经过 某些Zone 那一经过 你就已经中了 对不对 那就麻烦了 不要紧要了 最近更过分 那个speed limit 越减越低 本应在伦敦区 其实都是不快的 本身很多地方都是40 甚至乎30 30 我已经觉得很勉强接受到 40是OK一点 但是现在竟然 竟然敢死 已经不只是说学校范围 因为我知道 学校范围 或者一些很多居民住的地方 他们已经减到20miles per hour 是很慢 是贵速的 但是那时候也不多 即是学校范围 或者居民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也认同的 学校范围其实是危险的 甚至乎有些在学校附近的道路 就是阻止了某些 上学放学的时段 是不让车进去的 这些全部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不是了 伦敦区大部分 即是无论你在伦敦市中心 或者Alter London 即是已经在外围 都已经是大部分的道路 都是减到20miles per hour 大家不知道没有遇过 在伦敦生活的朋友 这个是很大的阻滞 因为问题就是 真是很慢 变相是令到更加塞车 其实当然它有目标的 它那么慢 令到你那么敏忱 其实就是想叫你不要开车 但是都说过很多次了 你不开车 你找代替品的话 代替品又真的很不方便 很多问题 变了迫着要开车 然后它就好了 既然你要开车 那就慢一点 你接受到这里 你就要开慢一点 美其名就是想安全 但其实呢 其实真的想你 可能是有环保意识的方向去想 就是开少点车 其实就不是的 我见到那些网上讨论区 很多本地人 不是说我们香港人 本地人 都已经拿了主题出来讨论 去讨论 直接说 究竟是否应该要减到这么低速 因为他们觉得 你减到20mph 其实变相污染是更加厉害的 更加厉害的 你不要以为慢一点 就没有那么多污染 因为你开车慢了 其实某程度上 你整天的车要停下 又要踩一去一去 其实排放是多了的 其实对于环保的意识 从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讨论区的朋友就说 其实最猛争是什么 就算你说是时间上 我都愿意配合 即是预讨了 既然我预讨要开这20mph 每个小时 我平时上班或者去其他地方 就预讨时间长一点 但问题就来了 变相作为这个道路的使用者 是危险了的 我自己有切身的感受 很多讨论区的人都这么说 就是说你开车下的时候 你就很合法 就是守规矩 真的开车20mph 或者20mph 你都不敢太多 因为它其实告诉你 不时有些牌是警告你 有相机 有些地方真的有相机拍你 有些是没有的 即是它放了一些牌 沿途 但你又看不到有相机 我不知道 希望各位朋友 如果你住在英国 你知道的话 我都很想你 可以留言告诉我 究竟 它写着牌有相机 而你看不到有那些 黄金按相机 是否真的没有相机 还是它有其他隐藏的相机 是拍到你相机 我很担心 因为你一看到牌 你都不敢走得快 你都真的害怕 又真的罚你钱 而且又要加分 不是扣分的 是加分 加下加下 就真的不用再玩下去了 不用开车 所以我都很小心 但是 跟网上很多网友一样 很小心 即是开20mph 20mph 你总是后面的人 就是贴着你 很想去push你 逼你去犯化 因为后面的他 其实就是很猛烈 他不想太猛烈 但你在他前面 握住他 有些甚至乎 一有机会就会爬你头 Overtake 你 带大家知道 如果你是 其实是双线行车 的话 Overtake 是很危险的 除非你看到 对面真的 凶困困困困 没有车来 否则的话 其实胆薄胆 但他们真的忍不住 然后就会 Overtake 你 加油 甚至乎还要boot你 好像说你不对 我试过好几次 Overtake 我 同一时间boot我 我已经害怕了 还要看我 例一例我 但是我心想 我看一看 前面那条路 就写着20 整个字印在路上 路面写着20 我正在走20 其实我已经犯法 24 24 25 你这样Overtake 我 你起码走30才能踢到我 其实 问题在哪里 我又没有犯错 你为什么好像觉得我有问题 这件事 就不只是我的切身感受 除了我感受到之外 在一些讨论区 一些group 本地人都是这样说的 有些人都很猛争 就是说 我都不知道怎么好 我其实都不想走那么慢 我都觉得是很ridiculous 但是都没算 但是我的手法去做 就会被一些人 这样去黏住我 好被压力我 给一些pressure我 甚至乎Overtake 我 还要boot我 还说我 那怎么办 其实这件事 就是这个debate 大家都觉得很抗拒 我自己都觉得是很有问题 但是我又真的不想犯法 因为我怕被人拍照 被人罚钱 但是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变相我是有危险的 因为万一你Overtake 我的时候 不幸 你看错前面有车来 你可能要转态 各样东西 其实你会影响到我安全 大家不知认不认同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跟我们香港不同 香港有时候 大家是铁得特别慢 那些人真的很猛烦 会骂你的 但是现在这里 我们是迫着铁得这么慢 对不对 好了 说到这里 网友一定会说 那你就不要铁了 很简单 是的 那就不要铁了 但是当然影响了自己的车程 因为你加倍了 车程又会 而且除了时间加倍 其实钱那方面都是加倍的 因为有钱 某程度上都是便宜过搭车的 在伦敦搭车都挺贵的 所以经过很多考量之后 有时候没办法 都要冒险的 是吧 那今天这个就是我关于 在英国伦敦区 现在减了20miles per hour 大部分道路小路都已经是 这就是我切身的体验 希望这么多位朋友 如果你在生活着 有同一样的感受 欢迎你留言 和大家一起互相讨论 交流一下你的意见 你的感受 你如何看待 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无论是开车 无论是乘搭轮敦的交通 好吗 欢迎你留言分享 希望给个like 支持我这部影片 以及欢迎你share 给你认识的朋友 一起欣赏这个影片 还未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 记住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按下铃铛的钟仔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其他影片 这个频道 我们希望可以让我们 一家人在英国生活的点滴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一起互相交流 好吗 那就最棒了 下次再和大家聊 多谢你 拜拜